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离不开黄济光用生命开辟的道路 而这次的西沙海战也离不开一个用血肉保全战舰的英雄 他的名字叫郭玉东 在极力的战斗中 三八九舰多次重弹已燃起熊熊大火 机养员郭玉东从开战以后便帮忙运送炮弹 不久 敌人的一发炮弹打穿弹药附后发生了爆炸 正在搬运炮弹的郭玉东当场被炸伤 但同时 紧挨弹药库的护肌舱也被打穿了一个大洞 海水汹涌而入 已经身负重伤的郭玉东不得不奋力风动 因为机舱进水对于舰铁来讲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如果说造水淹了 它容易起动不了 动不了 就等于把人的腿打断了 两个腿不能动了 我们光着个手在这捂着 有什么威力了 船不能转头了 好的 敌人转到你后边搭也行 转到你左边搭也行 怎么威力你搭都行了 如果不堵的话 那么我们三把酒下就完蛋 舰上鲁鱼堵漏的木材太小 郭玉东不得不用身体崩堵汹涌而进的海水 可是这个时候 机舱已经因为爆炸燃起了熊熊大火 再待下去 郭玉东将陷入绝境 战后 三八九届的战士们寻找郭玉东 始终没有找到 到我们进洗衣服找他的时候 发现就是另一个情况 发现的就是 就是他是他怕的这个漏洞这个地方 人的脂肪在钢板上 少了一个人影 脂肪那个油啊 他起在那里 他有一个人的样子 副极舱最后被爆炸引发的大火所吞噬 那里面 包括郭玉东在内的六名战士 全都没能处来 三八九舰冒着炮火高速使下敌舰 从一千多米外 一直逼近到了距离敌舰只有数十米 因为只有近战才能削弱敌人的优势 发挥自己的特长 他在这个情况下 发挥我们这个进展的优势也是 靠上去 靠上去他也想到他一个副角度 副八度 第一八度他火炮就发挥不了为力 结果就是再大他打不了我们了 一想 我再热了他这个毒 我这车躲得热了他这么大 三九六舰三八九舰一边逼近 一边将所有的炮弹都向十六号舰社区 尽管战斗场面看起来很激烈 可是排水量达一千七百多吨的十六号舰 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三八九舰的官兵感到了无比的惊讶 十六号舰突然跑了 十六号舰虽然逃了 可是我方三八九舰的危险并没有解除 南越十号舰正从背面向三八九舰发动了一轮轮的攻击 而这时已经燃起熊熊大火的三八九舰早已是伤痕累累 控制航向的电舵被炸毁后 舰艇已将要失去控制 致命的是机舱大量的进水 使得三八九舰的舰身已经严重的倾斜 就在三八九舰危在旦夕的时刻 舰长肖德万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舰长肖德万看到战事没牺牲了 舰已击火了 肖德万站在那个地方 对着钢盔 那是枪战事一动不动 真是两眼模糊行 七点 在这关键时刻 舰长肖德万瞪着双眼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转人力多 再次撞击敌舰 舰体已经严重倾斜的三八九舰 要做最后一波 这位舰就是像家务防御资源号 像日本船 带着火转过去 是一模一样 没任何退路 总比撑着海内为啥运枪 转起来 就是这一转成一瞬间 我们那么就发挥了它 一枪冲锋枪十六弹 一枪十五箱弄过去了 在这场短兵相机的火煞中 南越舰艇上凶猛的火炮 彻底丧失了用武之力 因为敌舰太高 三八九舰上刚组建的跳方组 并没有跳过去 可是 他们却充分发挥了近战的优势 用上了一切可以杀敌的武器 也许南越的士兵从来没有想到过 海战竟然还有这样不要命的打法 而这在中国海军的战事中 也被誉为海上拼刺刀 在三八九舰近距离的打击下 南越十号舰的指挥台轰然倒塌 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可是 已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的三八九舰 状况则更为糟糕 实际上我们那个时间就不凶了 大伙张家伯大伙已经收到了 后家伯已经和那个河水停了 数次和敌舰相撞的三八九舰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